绿巨螳螂和锅锅疯狂对战 今天我们安排 这是康康养的一只翡翠锅锅 此刻它正在盒子顶部攀爬 我们靠近看一下 翡翠锅锅的颜值相当不错 此刻它正在啃手指 康康拿来一只绿巨螳螂 这只螳螂在之前的视频中出现过 因为它羽化失败 所以康康在之前视频中替它剪掉了翅膀 螳螂试探性地伸出了两只捕捉族 触碰到了锅锅 锅锅掉了下来 它们双方打到了一起 螳螂咬了锅锅的腹部 我们靠近看一下 此时锅锅咬住螳螂的捕捉族 螳螂咬住锅锅的一只脚 螳螂一直在啃锅锅的一只脚 锅锅的脚被螳螂咬断了 锅锅咬的是螳螂的捕捉族 比较坚硬 它咬不断 锅锅转而去咬捕捉族的尖端 这里比较脆 锅锅一下子就咬断了 螳螂吃痛 翻滚开来 螳螂转过身 开始咬锅锅的背 锅锅吃痛 开始反击 然后这俩疯狂对战 最终还是螳螂占了上风 两只捕捉族牢牢地控制住了锅锅 控制住锅锅之后 螳螂开始咬锅锅的头部 锅锅一直在试图反抗 但是螳螂的捕捉族 把它抓得很紧 锅锅做最后的挣扎 准备起身 但是反手就被螳螂给控制住了 此刻 螳螂开始咬锅锅的腹部 大家注意看 锅锅头部被螳螂咬了很多 螳螂在疯狂地进食锅锅的腹部 最终虽然锅锅还在挣扎 但是螳螂根本不给他机会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